我比郭富城高 為何他會有這麼多機會 如果我把這個心態搬到自己做人 就很慘 你看劉耀祥 吳俊庭應該比他好 神經病 人家在TVB多努力 等我見到機會 而我沒有 不是我沒有這個機會 而我沒有像他那麼努力去做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眼前一亮 以前一個少年十五、二十時的年輕 現在一個成熟的男人 在香港很多朋友 很久沒有在電視上見到我 就覺得眼前一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吳水庭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經歷到很多事情 包括失意、失業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努力 我爸爸沒有做酒座 我差不多兩歲、三歲左右 我媽媽抱著我 去醫院看著我爸爸走 當時我們六兄弟姊妹 家裡還有一個媽 全部放在一個公屋裡 一百多呎 十幾個人 在那個環境其實很普遍 不夠睡嗎? 睡著冷行 沒有任何解懷、不開心、生活很壓迫 完全沒有這些事情 媽媽只是教我們做人 不要怕吃虧 有什麼事盡量去忍、去養 因為你什麼都不懂 賺不到錢就賺不到錢 你沒辦法的 你就是賺不到錢 最重要不要學壞 第一份工作 說明是做銀行 尤其是送貨、執貨 總之跟一個運輸工人沒有分別 你什麼都不懂 你沒有工作經驗 除非你是讀到大學異業 唯有努力 開始的時候 每個人都是這樣 用努力去博取經驗 之後我就轉工 就是VPOTE的WATER MODEL 是賣女裝 賣高級時裝 但是全部的銀行都是男生 男生做女生的衣服 很奇怪 老實說我聽 因為那些太太 不是不喜歡女生做銀行 但是會有妒忌心 但是男生不同 他見到你 你哄他就特別開心 有些中的同學 突然說 喂 我們報名讀興趣班 我隨便 你報什麼我讀什麼 原來他們報了一個叫小太陽 一群柴彎彎 打算進去都是玩 嘻嘻 有女兒追女兒 總之希望是一群同學 那種友誼的感覺 當中我們的班 選了幾個 進去TVB 訓練班 而我的同學 一個部分 只有我一個 當中我的班 其實在這一行 已經 除了我之外 一個叫周凱美 而另一個 我想大家都很認識他 那就是靈耀祥 祥仔 不好意思 不是說你英俊問題 而當時他是一個很平凡的樣子 一個人 但他很喜歡演戲 他很認真 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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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生命 在我的世界裡只能演戲 不是因為我很勤力 是因為我在我的世界裡沒有其他東西 他勤力到 真的 阿Sir說什麼 抄筆記 自己在這裡研究 我比郭富城高 那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機會 什麼什麼 如果我把我這個心態 搬到自己做人 就很慘 但我覺得 阿龍很英俊 嘩 我經常跟他說 比你高了三吋 我還有定棋 我只是比他說 我比他差 就這麼簡單 當年在TVB 是很開心 我想 當時一回到TVB 是不願 不願離開的 再同一時間 我亦都在外面做幾份工作 那四年 我可以回答 一日假都沒放過 一日假都沒放過 有一部叫做《日海驕躍》 當時我在TVB 跟黃秋生、林俊賢 他們兩個做男主角 那為什麼我這麼有印象 不是說我做得好 而是我做得很差 第一次去揹一個戲 原來自己也不懂得處理 我做得好 浪費遲的機會 因為在那部戲的角色裡 由我18歲 是要做到30歲 當然現在你問我 30歲很簡單 但是一個20歲的人 要做30歲 他不懂得如何處理 當時離開TVB之後 其實個人很不開心 為什麼會這樣 不和我續約 幸福有一個導演 他去了馬來西亞發展 叫我過來 人工未必很多 但一定比TVB多 最重要的 都不是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儲錢 我包你一定儲到錢 三萬元一個月 這樣算 你可以儲到兩萬元 有些同事很厲害 去買樓 去供樓 在那邊 認識了很多朋友 有一個 是很深刻的 是阿四剛 那我監製的導演 說 喂 阿偉天次過來 你和我照顧他 我說 好 我人生第一個 寫的劇本 劇集 就是他和我買的 他買了之後 他拍了 行 你寫了之後 好 我要 你怎樣寫我也要 這真是大哥 大哥奉快 我一個九七金融公佈 糟了 整個世界都倒閉了 那怎麼辦 全國馬來西亞的演員 只有我和歐瑞惠兩個 最後坐著飛機回香港 那種感覺是 不用說話 你眼看我眼看 唉 糟糕了 幕前沒有怎樣做 那怎麼辦呢 試試轉幕後 試試劇本 又寫一下 扔去你的公司 扔公司 不對了 不要了 一年之後 除了頭尾不同之外 中間的東西全部一模一樣 連人物的角色 都一模一樣 原來當時真的 被人偷了我劇本 都不知道 有很多朋友 是真的做美術指導 做伏偵指導 到我想轉的時候 不要玩我 你做演員 你不要 殺 個個都這樣殺 楊麥彭姐 第一個人給我機會 做美術指導 做伏偵指導 當時我正在開 阿禎哥的劇 因為我有客串 做回一兩個小角色仔 又和珍姐她聊過 不如你試試回來 我又問我太太 回家沒什麼錢 賺不到錢 你是不是也賺不到錢 有什麼所謂 再試過 我認識你的時候 都沒有錢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到處捱 開車什麼都做 你為什麼不害怕 對不對 我想想想又是 簽完之後 帶我去見監製 從外面試過 這個不需要停 回來 這個好像 我突然看一間公司 進去的CEO 簡直說 這個新CEO 幾開心 這次我很開心 好像感覺到 有受尊重 我的Facebook 什麼好友 一夜之間 爆到 我都不知道 嚇一跳 當中有很多 同性朋友 其中一個台灣的朋友 問我們的天菜 用什麼來 我不認識 他解釋給我聽 原來是 自己的朋友 你問我有什麼 吸引他們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 從我未入行之前 到現在 其實都有 包括我在馬來西亞 都有很多朋友 我結婚 生了一個小朋友 我一定要對這個家庭 有一個負責 不論多辛苦 多苦 都好 你怨我 也好 我也要盡我能力 去做好這件事 到我死的時候 起碼我自己也無悔 最重要的是 得到家人 太太 支持 很多的支持 你做人 一定要有一個寬雲的心 我還有幾十多年 如果我每次都這麼執著 這會很辛苦 而且不能夠 將這件事 變成成功 是